來到忍者的故鄉醫河 我一直努力尋找成為忍者的方法 沒想過,在街上竟然都可以遇到忍者 嘩,他總會筆劍 嘩,假的 不行,還是要問一下為什麼他會穿忍者衣服 穿了忍者服之後,就覺得自己好像真正的忍者 在教書和做活動時都會更加有信心 哦,原來他是老師 大家好,我是三重大學的山田熊獅 已經研究了忍術八年 你好,香港的朋友 我非常喜歡李小龍 我研究了一位忍者 原來山田老師是歷史學家 本身的研究範疇是中世史 八年前,三重大學開始研究開辦關於忍者的課程 本來就喜歡忍者靈魂之類的古代歷史 所以他異話不說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 還出版了不少關於忍者的著作 這次我就找對方了 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些成為忍者的要決 咦,他在做什麼呢? 這間平平無奇的研究中心 竟然隱藏了不少驚人的武器 果然,隱藏就是忍者的終身任務 忍者通常都是農民出身 所以很懂得用廉刀 鐵造殺靈,防止黑暗中有敵人跟著來 我就講貨為主,沒有用過這些武器 這個廉刀現在帶出街就比較危險 不過這把鋸木板的追刀 在現代都可以用 咦,不帶武器出街行不行? 大家覺得打飛鏢穿忍者服就是忍者 但是研究忍者之後 就發現忍者不僅只有表面 還有很多內在的東西可以發掘 很有趣 這一本是萬川雜海 十七世紀已經寫好 是各種忍術的結合 這些忍術是當年實際應用到 收集情報的行動入面 這八年都反覆研究這一本書 每一次看,就算是同一個內容 都會有新的靈魂和更深刻的理解 這個亦都是忍術的精神 不單是看,是研究,是發現 忍術的心是可以應用到現代日常生活 忍者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情報 所以透過學習忍術 會更加懂得揣摩人的心理 可以增強與人溝通交流的技巧 我沒有想過要當一個贏者 畢竟學習忍術需要非常堅固的過程 我只可以教書本上的知識 作為醫學流忍者發源地 三重大學決定將忍者和忍術學 納入研究所指定的考試科目 山田老師當然是這個課程的靈魂人物 這次行啊 等等,讀完課程是否可以做忍者 但是就可以將忍者的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 課程會學習到由古道今的一些忍者知識和忍術 只要加入三重大學選修課程 人人都可以做我的學生 大家未上課都以為忍者只有格鬥 但讀了就會發現收集情報不一定要打鬥 例如跟對方說話的時候 會懂得觀察對方的意向、延伸話題 上方會溝通得愉快和樂意繼續 人類經常將生活複雜化 一定要應用忍術去生活 令生活多姿多彩 香港人有說過嗎?我可以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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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 原來讀完都不可以成為忍者 的確有點失望 不過今天在老師身上學到的忍者精神 我一定會冥記於心的 但是首先學老師買一套忍者衣服 十萬元 三十個分 動腦Q 新春Q多寶 下午三點三特別加場 還有他們輪流同禮拜年 年三十至年春三 書年動腦Q多點錢